你之前的岩山王世間 然後被拿出來 精華版出來 就是當天好像黃靖有講到說 你的頭髮都像生病的紅毛猩猩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不過我承認 我確實髮量很少啦 我確實髮型像紅毛猩猩 這是事實 我也承認 我那個年少輕狂的時候 沒有好好的保養我的頭髮 市長問一下 今天報告秀才的時候 我們感覺像個某個藝人 因為學姐說 王世間像黃毛猩猩 我沒有特別留意 不過因為秀才是女生啦 他不太一樣 比較秀氣喔 那世間藝人是非常陽剛 所以我想這個沒辦法相比 之前的岩山王世間 然後被拿出來精華版出來 就是當天好像黃靖有講到說 你的頭髮都像生病的紅毛猩猩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不過我承認 我確實髮量很少啦 我確實髮型像紅毛猩猩 這是事實 我那個年少輕狂的時候 沒有好好的保養我的頭髮 所以他們來開這個玩笑是應當的 更何況那個節目本來就是這個伯君一笑嘛 那所以我覺得學姐的比喻是剛剛好啦 恰到好處 不過生病兩個字是沒有啦 是不至於啦 我每天都活蹦亂跳的 但是髮量少是事實 我必須接受 更何況那個節目是伯君一笑嘛 哦 市長問一下喔 今天報告秀才的時候 有沒有感覺像個某個藝人啊 因為學姐說王世間像黃毛猩猩猩 我沒有特別留意 不過因為秀才是女生啦 她不太一樣 比較秀氣喔 那世間議員是非常陽剛喔 所以我想這個沒辦法相比 但我覺得無論如何 我們都很開心喔 秀才的誕生 我們也希望她可以 健康平安快樂的長大 然後我們可以 先看時間參加 花宇宙 平安快樂的長大 四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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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